7.2也是簡單的複習 然後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單白 所以這個黑色這個球球就是重槌 然後有一條線連著它 然後它的單白在白的時候的角度是θ 這個很小的一個角度θ 那個m是單白的質量 它往下拉 受重力往下拉 所以它那個mg是它往下拉的力 在這個移動路徑上面的那個分量就是mg乘sinθ 然後它的運動方程就是中間這邊顯著這個 L是那個擺線的長度 然後對小的擺動就是θ很小的擺動 它的sinθ就近似於θ 這是數學上面的簡單的近似 所以上面的運動方程就可以簡化成下面這個運動方程 m都可以消掉 重力g除以擺線的長度l 把它定義成是new平方 那這個new就是頻率 那所以上面那個方程式m消掉之後稍微整理一下 你把l移到等號的右邊就會有g除以l g除以l就把它寫成new的平方 那所以你就會有θ 所以時間微分兩次 然後加上它自己θ 然後前面有個係數等於0 這是標準的波動方程式 然後你就可以用標準方法去解它 然後再來就是解法 因為它是一個波動 它最後一定是可以用sin或cos去描述它的 所以我們就會假設它有一個general solution 一個通解 我就可以假設說這個解呢是sin跟cos的形式 然後因為它不會有位置的移動 它只有隨著時間那個白錘動來動去動來動去 所以那個cos跟sin 括號裡面那個相位的地方 就只剩下時間的那個小部分 沒有xyz那三個部分 然後前面就會有一個位置的係數 θ1跟θ2 然後你也可以把它寫成右邊這個形式 就是通解有蠻多種形式的 那所以θ0是amplitude 是正伏 其實θ1、θ2也是正伏 只是還沒解出來而已 θ0也還沒解出來 單本的話是給初始條件 給了初始條件之後 然後你就可以把正伏解出來 然後可以把那個相位解出來 然後像單擺的話 因為它就是定點在那裡擺動 所以它不會移動 那如果是大氣裡面的波動 通常都會跑 這個我們就叫propogating waves propogating就是會移動的 所以會移動的波的話 我們的相位呢 就會有隨著那個x會變 就是除了隨著t會變 因為它會隨著x變 所以像這種的話 我們就會假設說 譬如說它的相位是這個小寫的phi 然後它是x和t的函數 那我們就會把它寫成是這個 譬如說是kx-nu-t 然後減alpha alpha也是相位的常數 就是它是一個未知的 alpha也是一個未知的常數 然後也是給initial condition之後 你可以解出來那個alpha 一開始的相位是什麼 像素的定義 通常我們在第七章裡面 我們的像素都用c 來表示 小寫的c來表示 然後像素的定義就是頻率除以波數 然後像這個會跑的波呢 它是只在x方向跑 所以你就是只有x方向上的像素 那它就是nu除以k 那如果你是有y方向上的分量的話 那你就要nu要除以y方向的波數 再來負利液幾數 那我們在用負利液幾數的時候 就像我們剛剛那個小遊戲 它會有個大的sigma在那裡 那像這個範例的話 這個數學上面我們會寫說 它其實可以加到無限大 你從第一個波s等於 那個小s就是第幾個波的意思 波數幾的意思 你從第一個波開始加 如果你加到無限大 理論上你會最完美的去fit 大氣顯像裡面那個波 那當然我們不用真的加到無限大 加到無限大你電腦算不完 所以我們會取一個 取到某個波數我覺得已經夠好了 它已經描述這個大氣裡面波動 描述的夠精確 我可以接受 我就從那邊把它切斷 就像剛剛那個小遊戲是切在第11個波 然後像我剛剛講說 我20年前開始接觸 數值天氣預報的模式的時候 它是T63 那就是表示它只取到第63個波 64開始就切掉就不要了 那就是階段誤差 Troncation error 就是那個誤差來源 並不是觀測誤差 不是人為誤差 不是參數化的誤差 它單純只是因為我們把大氣裡面波動 大氣裡面方程式 用負力液急速去表示它的時候 你一定要取一個波把它切下去 它不可能算到五線大 你一定要找個地方切 切下去 所造成的誤差 我們就叫解斷誤差 剛剛說我們把它寫成負力的急速的時候 所以上面你就是每一個波 譬如說我們用11個波好了 你這個AS跟BS就是會有 從1到11會有11個 然後波數也是會有11個 中間寫的這個是DS 寫成是小寫的F幾這樣子 DS個負力液的component 你把看你譬如說11個通通加起來 就會是去逼近原本你要描述的那個波形 然後它也可以寫成是負數的形式 就是會有i跑出來了 這邊 exponential i5 我就可以寫成cos5加i sin5 然後前面一樣 它該乘它的那個cs的那個係數 又把它乘進去 然後我算完之後 我就可以取它的時數部分 這個re是要表示我只取時數部分 所以最後我就會只取前面的cs乘以cos5 好就是簡單的數學運算 就是exponential的ix指數 它的ix寫成sin跟cos 會是這樣就是cosx加i sinx 那你的x可以給它負的 就是那個指數 exponential的指數也可以是負的 然後它有一些名詞 我們剛開始會比較枯燥一點 因為講很多名詞 有一個叫dispersion 平散 然後我們在解大氣裡面波方程 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去解波的平散關係 我們叫dispersion relationship 你可以看上下這兩張圖 上面這個圖是平散的波 下面這個圖是非平散的波 就是波走的速度跟它的頻率有關 所以有的波走的快 有的波走的慢 所以你一群波走出去 它的隊伍就會變形 走的快的波會走在前面 走的慢的波就會落後 譬如說500百帕朝極限這樣 往東開始走 我希望可以預測它三個小時之後會走到哪裡 所以你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 每一個波到底走到哪裡 所以你必須要知道它的平散關係 你才有辦法預報 譬如說我用三個波去比經它 我才有辦法預報 分別預報這三個波 然後你才知道最後三個小時之後 它們個別在哪裡 然後你疊起來才知道 三個小時之後的 那個朝極系統到底會長什麼樣子 所以你必須知道平散關係 然後大氣裡面絕大波多數的波 都是平散波 只有coven wave 以外 coven wave 是非平散的 再講一下群術 這邊也是都是名詞解釋啦 group velocity 它的重要性在於它代表能量的傳送 然後我們在大氣裡面 我們在做氣象預報的時候 我們也非常關心能量的傳送 那它跟像素做比較 然後這個示意圖啊 它有紅色點點就是像素 然後藍色點點就是群術 群術又是一群波 整體的速度這樣 我們先看左邊這三張 左邊這三張最上面這個是群術跟像素 是一樣大的時候 那所以你會看它的 你就看不到紅色點跟藍色點 因為它疊在一起了 他們會一起走 然後下面 中間這個是像素比群術大的情況下 然後下面這什麼 下面這是群術不變 紅色是像素 所以那個紅色一直在跑 所以你看到波的像位一直在跑 可是那一坨波還是在 它一群波不會扁這樣子 所以像素跟群術不一樣的時候 可以長這樣子 然後中間這張是像素比群術大 所以你會看到那個紅色點點跑比較快 紅色點點是像素 然後藍色點點是群術 群術在那邊慢慢跑 但是那個小的波會跑得很快 小的波跑得比大的波快很多 那右邊這個是類似的排法 但是它的像素 像上面這樣像素跟群術是反方向 一樣大但是反方向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有紅色點跟藍色點 會不一樣 就是紅色就一直往右跑 然後藍色是往左跑 那是一樣的 然後中間這是什麼群術大於像素 群術大於像素 群術大於像素 就是那個波包跑的速度 比那個小的波跑得快 然後下面是什麼 下面是像素是0 像素是0的時候 你看那個紅色點就一直在原地 原地上下動而已 它沒有往前跑 但是那個群術有一直在跑 所以這個大概可以分辨 就是看久一點 大概可以分辨群術跟像素的差別 希望可以啦 像可以分別的嗎 群術跟像素齁 然後群術的最重要的意義就是它代表能量傳送的方向 所以就是這一坨啦 大坨的那一坨 它往哪邊跑 然後我們在大氣裡面 我們會想要去預測群術到底跑到哪裡 因為它代表能量傳送方向 然後接下來這一段就是教你怎麼樣去導群術的定義 像前面這種一坨波要怎麼產生 它就是兩個差一點點的波疊加起來 你就會產生那種一坨一坨一坨那種波 那所以我們現在這裡有兩個波 上下是兩個波 然後他們都差一點點 所以像波數的話 上面這個波的波數是k 然後我讓它加delta k delta k是一個很小很小的波數的差別啦 譬如說你的k可能是5好的 波數5 然後你可以給它5.1 類似這樣 就加0.1 第二個波呢 我讓它減一點點 譬如說是4.9 類似這樣 所以那個delta k就是 非常非常小的 對,改變 非常非常小的改變 這樣可以聽得懂的意思齁 Nu也是 Nu是頻率 頻率也可以讓它差一點點 所以頻率可能是6類似這樣子 然後我可以讓它變6.5 然後另外一個就讓它變5.5 就是這樣 就是加減 一個加一點點 一個減一點點 那這兩個波就會差一點點而已 那我們在波的疊加的過程中 就會疊出下面這個 藍色的部分呢 藍色的部分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那個波包 一坨的那個波包 所以這個我們會叫它是一個low frequency envelope 一個頻率比較低的 像一個信封一樣 envelope 是信封 紅色的這部分就是一個high frequency carrier wave high frequency 就是剛剛你們看到那個小小的那個波 然後它頻率比較高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紅色的部分就是這個 比較小的 跑得很快的波 藍色的部分就是外面這一個 很像一個大的信封把這個小小的波裝在一起 這是最後兩個波疊加起來 它的數學形式會長這樣 然後你可以去看它的波長 就是藍色的是波包 只要看到那個括號 一個cos 然後括號裡面有一個x 前面有一個係數對不對? 不管它是k還是delta k 基本上它的波數就是那個東西 所以對這個波來講 它的波長 就是2π除以波數 因為地球是一圈 然後2π就是一個圓 所以通常我們會用2π除以波數 去算地球上面x方向上那個波的波長 如果你現在波數是1的話 就2π除以1 所以你這個波的波長就是2π 就一圈 如果你的波數是2 除起來就是π 對不對? 所以一個波數2 在地球上面波波數2的話 它的波長就是π 就是半個地球這樣子 所以這個也是一樣 就是你現在這個波呢 它的波長是 就是2π除以delta k 然後它的這個envelope走的速度 以這個藍色的大的波來講的話 它就是 其實就是用那個像素的定義啦 像素的定義跟你講說 就是頻率除以波數嘛 所以是delta nu除以delta k 要變成群數的話 你要取極限 就是你當你的那個變化量很小 delta k的變化量很小 讓它去近於0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就把這個像素 定義成是群數 就是這個大的波包的像素 在delta k夠小的情況下 它會被定義成群數 所以它就會從那個delta是差分 變成 對變成是微分 所以它是這樣來的 所以這個我們就定義它是群數 然後CG 所以你會發現它還是用C 我們剛剛在講像素的時候 像素也是用C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像素 是你那個波包的像素就對了 然後G是group velocity 的縮寫 就是G 然後X表示它是X方向上的 能量在傳 因為你的波 我們現在舉例的時候是只有X方向上 有移動啦 所以你會看到X而已 那後面空間上其他的波 有的就會往Y的方向傳 往Y的方向傳的時候 你就會有Y那個分量 然後有的會往上傳 所以會有垂直的分量這樣子 所以你到時候會有CGY CGZ這樣子 那紅色那邊 紅色那個高頻的波 這比較標準 你們以前可能都學過 它的波長就是2π除以K 就是2π除以波數 然後像素就是剛剛講 Nu除以K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講 聲波的頻散關係 就是會解聲波的波方程 然後解出來譬如說聲波的話 它的頻散關係就是這個 所以它的頻率等於波數乘以像素 就很簡單就是這個 所以我們就是會找出 這個就是頻散關係啦 像這個就是頻散關係 那我們說群數的話是頻率對波數做片尾分對不對 所以你把Nu等於KC Nu對K做片尾分就是C 所以以聲波來講的話 它的群數跟像素會是一樣的 就一模一樣 它就很簡單這樣子 這作業就是剛剛考慮兩個相同正幅 但是波數和頻率略有不同的波動 把它們疊加以後它的擾動量會長這樣子 然後用這個方程式去推導出波動的群數 定義是頻率要對波數做片尾分 然後說明群數的意義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方程式去推動 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方程式去推動